位于185县道爱辽西左岸的内浦爱辽社区 常可见俗称北京阿的黄金 这是社区长辈们早期生活记忆 也是重要的文化职务 社区发展协会近年传承长者的生活智慧 开发黄金系列产品 新推出黄金香礼盒可熏香趣闻 那这是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个造型 就是叶子 那叶子它就是我们的黄金叶去做的 所以叶子的意象就是这个样子来 那这边的话我们也采我们的一个黄金花 就是我们来说的薄金花花 那薄金花花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黄金花的一个样子 那这个会变成我们的一个熏香座 社区长辈协助制作黄金文香 边述说着早期黄金在生活上的运用 可以制作扫把 竹篓 摇篮 筷子等生活物品 还可以制作竹蜻蜓 陀螺等同患 燃烧后的灰烬还可以拿来制作减重 更重要的是蚊虫繁多的夏天 更可用来驱蚊虫作为天然蚊香使用 因为以前人没有这些东西 都有药汁 都用这个积极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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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极 source 我们如果想说画暗很厉害的 画暗我们就够出现 够出现我们像说若人的时间 关门的形状就干净了 有时候如果碰胀 有时候我们老夫人用冲净 到爸爸的还有很多仇 在房子的话就会变得完 潘玉燕说黄金也是平埔族的文化植物 平埔族业绩或原名妇女头上会带黄金 有遮印驱蚊功能 参加祭奠时可以进化 也让活动顺利完成 这个黄金香是一个非常天然 然后它除了驱蚊之外 它还有进化 还有除胀跟除慧的一个功能 爱聊社区推出黄金香清新眷庸礼盒 以新颖且合乎潮流的包装设计 打造金爱185品牌 颠覆大家对黄金文香的想象 潘玉燕表示 未来将陆续推出黄金香身体乳液等系列产品 营业额5%将运用在社会福利等服务工作项目 另外5%则用于社区经营 增加社区就业机会 让社区能永续发展 金爱185 评论新闻张如荫刘建荣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